我们这样丢近一点 然后我们等一下往田里面去丢 台风混乡压间到的财政方式 给大家体验如何观过这些阿拉 在长逢到三天 现状参业的小朋友笑声不断 这时在今年一个推广 尤其无论農业的创风准 开放的第一年的体验多年 说实在一个人做也是蛮孤独的 然后我去参加那个有机农业训练班 遇到一些志同到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想说 是不是可以在农业这方面做一定的努力 所以我就邀请他们来一起跟我们跟踪 用这种倒压农法的方式来去跟踪 在第一年的体验多年 去大胚农民朋友最丁仓物 分享他在前的成果 现状有才有陈胜 是去大胚民众带孩子来逗留呢 一个不一样的生态教育 我们一般都是接触大自然 其实也不全然 只有大自然才可以有生态教育 所以我这次特别结合在魔术上面 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了解说 其实用魔术也可以看得到 在生态上一些不同的变化 环中所在我们也来参加这种农业幸福 中西部都都要去推行 鼓励农民来到你 今年我们农业处的话 我们有责成专门的单位 也有专人 在策这种就对了 我们希望今年的话 所有的农民 如果你有心要走安全农业 你可以来申请绿标章 也可以来申请金标章 你如果要经过你自己的品牌的话 那因为所有的验证的费用都管府给我们出 所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绿标章 或是加入我们的金标章 大家一起来推 那慢慢的话我们的安全基地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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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我们的民政也有交 我们的申请也有交 管政府在通路顶头都会来协助大家 现在欧北除了公府和小府 竟有这厨房的压建道 其实我们的很多农民 在已经冲心 推出越来越多的油解融散 我们在星南里 王玉璋先生也在共同推动 我们住在光复路的大城的蔡先生 也在推动这一个压建道的工作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这一个环境区域的改善 也指日可待 同时也能变成一个观光的新兴景点 无聊第一 两位太阳华党 上身刷红准寒 业务都农亚团队 尽快能让人看到农亚另外一片天 也计刀金家座的农民 最定道理 让农亚为婚姻出发 记者给大家散散步道